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公元1402年,明朝建文四年 燕王朱棣通过禁难之义登基称帝 改元永乐,视为明成祖 次年,永乐元年 朱棣决定将自己年仅16岁的小女儿 长宁公主远嫁云南 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朱棣一向疼爱幼女 京城中有许多勋贵之地 朱棣为何不将女儿留在京城 而忍心将女儿远嫁云南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驸马爷姓穆 明史列传第九记载 长宁公主下嫁穆星 西平侯穆英子 明朝初年 穆英乃朱棣张养子 被封为西平侯 遵朱棣张旨意 穆英家族世代镇守云南 穆英有四的儿子 分别是穆春 穆盛 穆王 穆星 而朱棣选中的驸马穆星 不仅是穆英的幼子 而且还是树初 朱棣登基时 穆英已经去世十年之久 西平侯的爵位 此时由穆盛成席 穆星是穆盛的树帝 将来不可能席爵 但朱棣似乎并不嫌弃这个女婿 在赐婚诏书中 把穆星一顿猛夸 颇有岳父看女婿 越看越重一只胆 其实 朱棣这么做 也颇为无奈 虽然穆英已经去世 但云南幕府 在西南的影响力不减当年 朱棣是通过篡位登基的皇帝 他太需要笼络强大的云南幕府了 说是皇帝嫁女儿 其实是政治婚姻 朱棣一向自诩雄才大略 在和穆士联姻时 他却要摆地姿态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云南幕府当时绝对不容小觑 相对而说 初代西平侯穆英 更不容小觑 明朝时期 穆英家族连续十五代人 为明朝镇守云南 对明朝忠心耿耿 俨然成了明朝在西南的注石 本集将和大家分享 穆士家族的师祖穆英 希望通过明太祖的这位养子 来解读明朝西南边陲的最强藩阵 一 十年养育恩 亦遭入战阵 关于穆英的姓氏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穆英本就姓穆 另一种说法 是为了彰显自己穆玉皇恩 因此才改姓穆 虽然颇具争议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穆英曾经姓朱 取名朱英 自文英 和朱元璋的子质一样 都是文字辈 明史穆英传记载 穆英 自文英 定远人 少姑 从母必兵 母又死 太祖与孝慈皇后连之 辅为子 从朱姓 穆英幼年时丧父 他跟随母亲逃避兵货 后来母亲也死了 朱元璋和妻子马氏 见他可怜 便将他收养 爱之如子 让他改姓朱 其实 穆英年幼时的遭遇 是有历史背景的 公元1351年 元朝治政11年 因元末暴政 尹州人寒山同揭杆而起 发动红金军起义 同年 齐州人徐寿辉 在天堂寨举世 也称红金军 一时间 天下大乱 红金军起义爆发之初 义军军纪涣散 为了保命 他们也曾抢掠百姓 而援军为了镇压义军 对百姓更无丝毫怜惜 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百姓为了生存 不得不结债自保 例如邓玉 那些没有能力自保的 只能四处躲避战乱 穆英家中只有寡母幼子 力量薄弱 母亲只得带他避兵 这才酿成 穆英幼年师父的苦果 红金军起义爆发的第二年 公元1352年 朱元璋投奔豪州 红金军元帅郭子兴 朱元璋为人果敢 又在寺庙里识得几个字 很快就得到了郭子兴的重用 不久后 郭子兴把自己的一女马氏 许配给了朱元璋 从此 朱元璋成为了郭子兴的女婿 俗话说 上阵父子兵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父子 翁婿关系是相对牢固的盟友 郭子兴以朱元璋为婿 就像朱元璋认穆英为子一样 都是乱世之中常见的共生关系 穆英出现时 年仅八岁 当时朱元璋和马氏 刚成婚不久 还没有孩子 二人见穆英太过可怜 于是心生悲悯 决定收留着给孩子 并为他改名为朱英 为了便于观看 接下来小编仍称之为穆英 可以说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若不是朱元璋夫妻二人 穆英只有死路一条 宋史忠曾说 再造之恩 恩若再生 忠穆英一生 他从未忘记朱元璋夫妻 对他的恩情 明史记事本末有一段记载 文中走乱军中 己不能存 这是文太祖驻兵除阳 接来归 与穆英接刺姓朱 公元1352年冬天 朱元璋占领除舟 他的亲外甥李文中 历经艰险前来投奔 朱元璋看到李文中 热泪盈眶 随后把李文中说为养子 也赐朱姓 注意 这里有一句 与穆英接刺姓朱 意思是 朱元璋安置李文中的方式 和当初安置穆英一样 可见 穆英投奔朱元璋的时间 比李文中要早 朱元璋一生养了十多位养子 包括朱文正 朱文中 何文辉 朱文迅等人 但从史料来看 穆英是第一个来到朱元璋身边的养子 穆英虽然不是最年长的 但朱元璋和马皇后对穆英却有长子情节 穆英八岁投奔朱元璋 朱元璋言请老师 教导穆英学文习武 穆英胜儿乖教 深得养父母的宠爱 明史记载 英年少明明 剖绝无志 后述称其才 第一弃众之 因为朱元璋常年在外打仗 马皇后便担负起抚养穆英之责 待到穆英长大 马皇后多次在朱元璋面前称赞穆英 朱元璋对穆英也越来越重视 公元1362年 穆英十八岁 朱元璋决定让穆英独当一面 明史云 年十八 受帐前都尉 守镇江 穆英人生中的第一个君职 是帐前都尉 当时 徐达攻下镇江不久 穆英的任务 就是参与镇守镇江 从这一刻开始 穆英才真正离开朱元璋夫妻的照顾 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此后的几年 穆英先后驻守广信上饶 协助汤河攻打福建 在明朝开国之前 穆英虽然没有创造什么惊人的战绩 但朱元璋交给他的任务 他都出色地完成了 从八岁到十八岁 朱元璋夫妻抚养穆英十年之久 这十年 不是一贩之恩 而是长达十年的适渡之情 二 养子归本性 将军或封侯 公元1367年 朱元璋即将灭掉张世成 局势一片大好 朱元璋照穆英回京 让穆英使命赴姓 也就是说 朱元璋让穆英别再姓朱了 改回本姓 从这一刻起 朱元璋便没有朱英这个儿子 明朝多了一位叫穆英的将领 至于朱元璋为何要穆英恢复本姓 其实不难理解 当时朱元璋已经在筹备称帝 朱元璋的长子朱镖 也已经到了五韶之年 若穆英仍然姓朱 将来朱元璋称帝后 将会出现长幼无序 甚至会出现兄弟戏强的乱局 所以说 朱元璋让穆英改回本姓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穆英的尴尬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将来的 萧强之祸 次年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建立大明 其长子朱镖被册封为太子 穆英的羊母马氏被册封为皇后 红武三年 朱元璋大封功臣 徐达等六人被封为公爵 汤河等二十八人被封为侯爵 穆英作为太祖养子 他仅被授予镇国将军 明朝初年的将领 大多是在朱元璋称帝之前 就建立了不是志工 例如徐达 常玉春 冯胜 李文忠等人 然而 穆英并不是如此 穆英更像蓝玉等人 虽然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经崭露头角 但他大放一彩 却是在明朝建立之后 穆英的爵位虽然只是郑国将军 但他的职位却不低 红武三年 穆英被朱元璋任命为大都督府签示 次年 又晋升为大都督府同之 考虑到有不熟悉明史的朋友 小编在这里需要特别赘述一下 红武初年 大都督府是明朝的军事中枢 后来改为武军都督府 是指挥军队的最高机构 相当于宋朝的疏密院 也就是说 穆英的爵位虽然不高 但他的职位却比一般的侯爵更要紧 他一直协助朱元璋掌管天下兵马 从红武三年到红武九年 穆英在大都督府任职九年 他帮朱元璋处理琐碎的军务 狠得朱元璋器重 红武九年 朱元璋见穆英日渐成熟 决定给他立功的机会 当年冬天 朱元璋任命开国名将邓玉为征锡将军 率军征讨吐蕃 穆英担任征锡副将军 吐蕃之战打得十分艰苦 邓玉 穆英二人率领大明军队到达甘肃 兵分三路进入川藏 几度激战 一度打到昆仑山最终得胜而归 邓玉在给朱元璋的捷报上 称赞穆英英勇果敢 是难得的良将 朱元璋特别高兴 让邓玉 穆英 班师回朝 等待封赏 就在穆英喜不自胜的时候 军中出现变故 主帅邓玉在归途中染病 一致无效而亡 副帅穆英带领全军回朝 论功行赏时 朱元璋追封邓玉为宁河王 因穆英战功卓越 朱元璋封穆英为西平侯 吐蕃虽然平定 但随着明朝大军的撤出 西藩又发生叛乱 因为穆英有征讨吐蕃的经验 这一次 朱元璋派穆英为征锡将军 兰玉为副将军 再度讨伐吐蕃 这是穆英第一次做军事统帅 他一路高歌猛进 俘虏敌军两万 大获全胜 从此 穆英从朱元璋的养子 变成了全军幸福的勇将 穆英从西藩过来后 又先后两次率兵攻打蒙古 第一次是单独领兵 翻越赫兰山直击北原覆 用七天的时间闪击敌军 俘虏元朝国公脱火赤 大有西汉或去柄之风 第二次是随须打北伐 穆英奉命出兵北谷口 一举攻克全宁四步 不得不说在明朝最初的十四年 穆英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 按照朱元璋的默认 他要把穆英培养成徐达 李文中的接班人 因为穆英不管是能力 还是忠诚度 都无庸置疑 穆英不仅深获朱元璋的信任 在皇宫之中 穆英也深得马皇后的疼爱 就连太子朱标也和穆英关系甚度 如果按照传统的套路 朱元璋或许会把穆英留下来辅佐朱标 但是接下来 朱元璋改变主意了 因为他给穆英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去处 那就是云南 三 树西南屏障 未生民立命 明朝初年 云南仍在元朝梁王的控制之下 红武十四年九月 朱元璋决定派富有德 穆英 兰域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 富有德为主 穆英 兰域二人为父 按照朱元璋的计划 大军到达趋境后 即可发起决战 没想到的是 当时江水未退 梁王的军队以白石江为天险 沿江阻拦明军 明史穆英传记载 有德欲渡江 应曰 我兵罢 据为所恶 乃率朱军言臣 若将渡者 而骑兵从下流济 出其城后 张仪至山谷间 人吹一桶角 援兵惊扰 意思是 富有德当时打算率领大军强行渡江 被穆英阻拦 穆英向富有德建议 由富有德带领大军洋装渡江 自己则带领赶死队 悄悄渡江 待到深夜 穆英到达对岸后 让每一位赶死队队员都吹响进攻的同志号角 敌军一听 以为大军已经渡江 当时军心大乱 富有德 兰玉立即率大部队渡江 结果 民军大胜 大家乘胜追击 最终攻破昆明 到了第二年二月 穆英和兰玉携手攻克大礼 云南碎平 而后 朱元璋下令 命富有德 兰玉搬世回朝 独留穆英镇守云南 朱元璋为何要派大将在云南留守呢 这是有深度原因的 众所周知 清朝雍正年间 有一位叫鄂尔泰的名臣 此人曾和田文静 李位可称为雍正的三大模范都府 后来他升任内阁大学士 和张廷玉搭档十余年 鄂尔泰在地方上的主要政绩 就是他担任云贵总督时期 实施的改土归流 即 当时云南酋长 土司主政 当地百姓只知土司 不知皇帝 清朝时期尚且如此 明朝初年的云南 更是处于土司横行的年代 云南有大大小小数百位土司 每一位土司的权力极大 他们不受律法约束 在辖区内任意杀伐 拥有极大的权力 正是因为如此 朱元璋如果想让云南百姓彻底归附大明 必须要有一个朝廷性的过 军事能力突出 远阵边陲 却无怨无悔的武将来做阵才行 而莫英是朱元璋你的养子 不仅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而且他军事能力出众 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 于是 朱元璋决定把穆英留下 永振云南 事实证明 朱元璋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红武17年 屈禁酋长作乱 穆英火速平定叛乱 红武18年 补定 广南蛮人煽动百姓作乱 穆英又以雷霆手段平定事端 穆英镇守云南期间 镇压大小叛乱三十余起 其中最著名的叛乱 包括东川土丘之乱 贵州普安之乱 云南临安之变等 若非朱元璋有先见之名 大明朝的西南边陲将是个大麻烦 穆英对朱元璋的用意也心知肚明 他治理云南十一年 一直治理于两件事 第一 发展云南 第二 稳定云南 为了缓解朝廷的军需压力 穆英在让将士们在云南屯田 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让云南百姓安居乐业 穆英带领官兵在云南新修水利 架设桥梁 清剿土匪 为了让云南走出野蛮时代 穆英在云南新办教育 宴请大如入巅 选择优秀学子入官学读书 剑桥中国史曾评价 穆英集穆式家族 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 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句话 一点都不夸张 小编认为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首先要看他对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融合有没有突出贡献 而穆英此人 毫无疑问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红武22年 朱元璋想念穆英 特地找穆英回南京 云南百姓听闻这个消息后 为穆英送行长达百里 实在 吴老佑 唯恐其不来眼 嫌欺然东向 意思是 云南百姓 无论老佑 都对穆英一一不舍 生怕朱元璋把他调回南京后 再也不让他回来了 北宋大如章在说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千年以来 这四句话被认为是中国世人的终极使命 穆英作为明朝的一个藩王 他没办法同时做到上述四句话 但他只做到了一句 为生民立命 就足以证明他的伟大 四 受恩十年 中军十五代 穆英八岁时被朱元璋收养 十八岁时投入战场 朱元璋养了穆英十年 但穆英回报给朱元璋的是什么呢 不仅仅是赫赫战功 更是让云南成为朱元璋的一个省 你养我十年 我还你一省 穆英对得起朱元璋 穆氏家族也对得起大明朝 朱元璋是一个极其有手腕的帝王 他真的相信 仅仅靠自己对穆英的养育之恩 穆英就会帮他镇守云南 永远不会背叛自己吗 其实不是的 俗话说 君子可欺之以方 小人幼之以利 天高皇帝远 朱元璋能让穆英始终忠于自己 其实只用了一招 那就是 不断施恩 举三个例子 其一 穆英先后有两任妻子 结发妻子姓冯氏 乃是冯国勇 冯胜之兄之女 既是姓耿 乃是名将耿炳文的妹妹 穆英的嫡长子穆春 是冯氏所生 穆英被封为西平侯后 穆春为西平侯世子 实在 穆春文才无勇 有其父之风 穆英镇守云南后 穆春常常待其父 南征北战 有一次 朱元璋派穆春平定江西叛乱 得胜归来后 穆春被朱元璋授予后军 都督府签室的职位 按照当时的惯例 年轻将领担任重要军职 一般都要先适用 当时称是职 但朱元璋没有让穆春是职 直接给穆春转正了 明史记载 群臣请是职 缔约 而 我家人 勿是也 岁与实寿 当时 有人觉得穆春应该先是职 朱元璋对大家说 穆春是我自家的孩子 不用舍了 这件事传到云南 穆英感激不已 其二 上文提到 红武22年 朱元璋召穆英回南京 云南百姓十分不舍 穆英回到南京后 朱元璋亲自赐宴 在离京之前 朱元璋对穆英说 我之所以没有难顾之忧 全是因为有穆英啊 穆英听到后 非常振奋 明史云 彼此 帝亲府之约 使我高枕无难顾忧者 还阵 再败百姨于景东 穆英被朱元璋夸了一顿 报效之心充满胸腔 他到了云南后 立即在景东打败了百姨 其三 穆英和长子穆春去世后 四子穆圣耿是所生席绝 穆圣为明朝立下大功 他的爵位从西平侯 晋升为前国公 穆是前国公的爵位 就是从穆圣开始的 可是 当穆圣去世的时候 明史有一段记载 圣有子兵 自文辉 又四公爵 居京师 而以昂待阵 这里面有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穆圣的儿子穆兵 从小是居住在京城的 注意 穆英的长子穆春爵寺 穆兵其实是穆英的长孙 明朝皇帝明知道穆氏一族 要世代镇守云南 为何还要把穆家长孙 留在京城 名为嘉恩 实为质子 纵观前国公的世系传承 发现在京城做过质子的 远不止穆兵一人 可见 穆家对明朝中心耿耿是一回事 明朝皇帝对穆家 是不是百分百放心 又是一回事 小编列举这三个例子 并不是要说明 朱家和穆家有下戏 小编认为站在帝王的角度 朱元璋以及明朝的 历代帝王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毕竟他们不能把西南的安危 全部压在穆家人的感恩上面 作为帝王 他们手里要有能驱动 穆氏一族的筹码 这是帝王政治 明朝红武十五年 穆英随富有得攻打云南的时候 马皇后病逝 穆英咒文恶号 吐血不止 十年后 一直是穆英为兄长的太子朱镖去世了 穆英因伤心过度去世 朱元璋追封穆英为乾宁王 嗜好招敬 而后 穆英的长子穆春 四子穆盛第一代前国公先后席爵 他们世代为大明朝镇守云南 成为明朝在西南的国防驻使 是明朝最强藩阵 也成为了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藩王 公元1644年崇祯帝自义 清军入关 穆氏第十五人家主 第十三代乾宁王穆天波继续效忠明朝宗室 穆天波率领于南吐司军队 一边和张献忠的大西军对抗 一边迎接南明朝廷 穆天波在艰苦的环境下辗转十七年之久 到了顺治十八年 穆天波追随永利帝到达缅甸 最终被杀 随后永利帝被俘 南明灭亡 十年受恩 十五代中军 云南幕府或大明朝一样 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从穆英投奔朱元璋开始 公元1352年 到穆天波之死结束 公元1661年 云南幕府十五代家主 历经三百一十年追随大明朝 可谓有始有终 明清以来 镇守云南的藩王有两个 一个是明朝初年的穆英及其家族 另一个是清朝初年的吴三桂 穆英及其家族 以其忠义流芳百事 而另一个呢 却极具讽刺 这是最鲜明的对比 后继 关于云南幕府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那就是他们的爵位传承问题 穆英是明太祖的养子 他当时镇守云南的时候 爵位是西平侯 世袭网替 穆英去世后 他虽然朱元璋追封为乾宁王 但传承的爵位仍是西平侯 所以 当穆英的长子穆春接班时 他是第二任西平侯 后来穆春英年早逝 因为五子 他的一母帝穆圣西爵 是为第三任西平侯 永乐年间 穆圣平定越南有功 爵位晋升为乾国公 世袭网替 因此 穆圣是穆氏家族最后一任西平侯 也是第一任乾国公 穆圣之子穆兵是第二任乾国公 从穆圣开始 云南穆府传承的爵位 一直是乾国公 所以 本集末尾提到的穆天波 虽然是第十三任乾国公 其实他是穆府第十五任家主 有名义朝 穆英家族是明朝唯一一个 长期掌控权力的藩镇世家 穆家对朱家 可谓赤胆忠心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